別亂來啊 愚蠢啊 奇蹟有沒有第二次啊 YES 好 正蠢才 我喜歡成為眾此之的的感覺 去哪裡啊 沒有理由啊 我們這麼多人 有什麼可能輸給一個阿薩士 正蠢才,你現在對付的是 格古洛級數 他已經嚇到蠢 好 愚蠢啊 還叫我加入 加入 怎樣 現在玩得 這麼辛苦 還加入什麼任務 We need your help 不加入 玩到一半 2 1 0 快點 好 消失了 事前 還需要 your help I need your help 我現在進行這麼艱巨任務 極多人 刺根 好 目的地是這裡 好 嘩 極多契弟 你 我都不相信 你要把那契 做的 你不在那裡 我還要打開 你不在那裡 你不在那裡 我還要讓我 你不在那裡 你不在那裡 我可怕 呀!快手快腳啊!大佬! 好!上啊! 救命啊!不要射啊! 你這傢伙! 一肥總跳啊! 神經病!爬到這麼高還射到什麼槍啊! 差一點點已經過了 啊! 用什麼?用鋼布箭? 差不多了,差一點點 那個位置,你只是在樓梯口 用鋼布箭去瘋了還是什麼? 剛剛我已經差不多了,說真的我衝進去 SPEED1已經在這裡開始了 還快? 已經進了供電 我剛剛示範了一個終極刺客 就可以... 闖進去 國王的辦公室 原來是皇宮,是禁宮來的 紫禁城 有很多人啊! 紫禁城 有很多人啊! 嚇死啊! 再來! 你一天過來,你一天快死去 有沒有找到暴君? 快死去 你一天快死去 你一天快死去 快死去 你一天快死去 不動就算數 好,過來吧 刺爆你的臣 很多契弟 好,大肥佬 準備 過來吧 喂 有機會了 嘩 什麼事? 傻瓜 低B 什麼掩體刺殺 廢 YES 差點累死了 為什麼掩體刺殺會被人發現 傻瓜 很緊張 好,到這裡了 差不多到了 終點 有時候我也很奇怪 那些人 就是那些守衛呢 經常看著槍 做什麼呢 有什麼好看 就是如果有些人 已經在外面守著 喂 你敢看到啊 真是傻瓜 因為我完全已經 對這個刺客 失望他的動作 智商各方面 What the hell 啊啊啊啊 好白癡 很棒 對 手上 走 一聲 對 一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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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一聲 再砍下去還得了? 這傢伙很厲害 神經病 關鍵是我這次輸在那個傻瓜 不知道在那個牆壁那裡 不知道被人看到 應該按了那個掩護鍵 不是那些 按完掩護鍵又卡一卡 不知怎樣 站在那裡傻瓜 已經到國王門口邊 真是白癡 又在那裡玩過 真是傻瓜 吃屎 你看他多聰明 好笨 好 白癡到沒有人 還想著鬼拔腳 刺爆你的頭 砍! 對呀這些人就是要砍 拖了五門砍手 對呀 過了對面應該是國王的頭 喔 好白癡 什麼事 聽到的轟轟聲 是否可嘉賓 是否在那裡 在那裡 一手 好可憐 分享 進去 你這傢俩 你夫人 噢 什麼事啊 這樣也看到 我應該是用幻影箭啊 咬下去 dare you 為什麼用幻影箭會被人用就箭金西微的動作 在對面射的 神經病 龍珠雷血彈 好 到這裡 這裡的人瘋了 咬下去 一定要插他 阿沙線 好 立刻 好 立刻 爆頭 打 那個衛兵的什麼 他下角不能攻擊他 神聖不可侵犯 那應該是國王的親衛隊 好白癡 他不敢冒犯官威 然後就在那邊刮刮刮 幹嘛?你想在那邊拖? 這個是三聖我 剛才死在這個契弟手上 還不死? 瘋了,你就瘋了,快點死吧 白癡,有Bug 神聖不可侵犯 不死至神 官兵 如果你是皇帝的近衛隊 你就天下無敵 白獨不侵 超難玩,開鎖儀式又來了 好 好 多怕有失敗 好 因為不能再輸 再輸就麻煩 一定是根本沒鎖 對,因為有時候門 我都覺得很白癡 嘩 嘩 他們是不是在打架 嘩 刺根 瘋子 好 好 他們這麼白癡 即是有這扇門 他們不進 喂喂,等一會 好 你看起來不像瘋狂的革命者 雖然這個斗篷 你看起來好像有點陰險 但你不要介意我這麼說 你當我後衛嗎 把門鎖在這裡 和外界隔絕應該比較方便 正確一點 我根本不在 不過一般人有多少機會 可以闖入國王的私人書房 找些什麼 國家機密 私人書信和個人收藏之類 我希望我們找的東西不一樣 你找些什麼書 寫國王的信件 如果被不適當的人發現 可能會有些誤會 我了解 或許你可以給此幫忙 我相信國王在這裡 建了一個秘密的金庫 如果我們找到的話 這個究竟是什麼 是示威還是什麼 這個不是國王 看他的樣子 拿破崙波納 這個是拿破崙 這個樣子也有點像 拿破崙做Ren 立刻巴結他 例如他做國 你明白嗎 拿破崙 倒了拿破崙 可以嗎 不覺有我統治 拿破崙 同步失敗 這些祖師 無法行刺未來 國王 沒事 拿破崙又要吃 國王 無限 好 這個就叫秘密金庫 不是吧 這樣也找不到 拿破崙 你自己太有問題 你剛說什麼 很好的朋友 《阿波崙》說英文 哈囉 好 大家 拿破崙又聖 拿一些金雲珠寶 我拿著白癡 incredible 你找到你的東西吧 一堆財寶來呢 我想也有 是這個 燒掉了 這樣就OK了 容我建議 是不是應該走 快點 掩護我OK 我現在跟阿波倫提示了 星官發財 阿波倫你要好好記住 我印大印大德 屈指 吃屎仔 多有此理 噢 吃煙無蛋 混蛋 一下子 鬥下 你的頭 噴下去 嘩 快點 阿波倫 真笨 阿波倫 打他吧 白癡 一個人 開門 遲些才開 你就算開到 走得很快 秘密通道 低能 阿波倫 弄一枝槍來用 愚蠢 你看著 我待會兒有些招數給你看 一下子撕下去 一下子吐下去 再來 兜爆你的頭 阿波倫 打他吧 喂 這類不能使用技能 很愚蠢 不讓人 打拿破倫 不讓人變身 讓他只是打 拿破倫 很愚蠢 你不要偏心 你們這些混蛋 證明你們根本是炎仔 不打拿破倫 刺刀 刺刀 挖到 這麼賤格的人 也有 吃兩家茶禮 又幫這些 什麼 聖電騎士 又幫拿破倫 他們都是未來人 知道拿破倫會發達 好 打他打他 笨蛋 你看看 他看到拿破倫 是當透明 沒事的 那條拿破倫 有什麼所謂 自己人 理所當然 第一時間 打 他第一時間 立刻找角落 頭 剛剛這裡好像有 有個敵人 會不會開門 開了這麼久 全身血了 拿破倫終於露出了 用槍很厲害 有槍 我有槍 我還是敢射 我手 我要他的文件 好 沒錯 老爺上衛 就是你朋友 我從未在背上拔出劍 他有 我需要的情報 在這團亂 你永遠找不到他 他跟著我 我有更好的主意 我已經成功 巴結了拿破倫 跟隨 你剛剛做得不錯 我猜你沒有考慮過加入軍隊吧 我不是很喜歡服從命令 因為我要做皇帝 啊 將軍和政治家放屁 到處都聞到 個人主義者 你是我理解 哎 好像我們這種人 在軍隊 反而有極大的優勢 怎麼明白 我們馬上獨立 他意思是我們更厲害 他說 個人主義才好 如果你加入軍隊 十年之內 就可以升到元帥 我保證 這個提議真的不錯 但還是誤了 我想做皇帝 一個人必須跟隨心之所向 要改變心意 就找我 好 沒有 沒有一隊 好 波拿破倫 目前還是炮兵紹衛 他還未升官 好 阿洛多利安 好 很榮幸認識你 順便幫一個小忙 如果有人問你 我沒有來過 我只是在旋轉木馬對面的傢伙店 看到所有東西 你都是路過的 我看什麼 怎麼會這麼巧 大佬 我撞你底 阿波倫 皇帝 爆兵紹衛 不要太偷偷 我隨時刺客 放你 你看到嗎 這裡有黑衣 黑衣可以直達皇帝 審功 真正的 真正最強刺客 就是黑衣 整個遊戲 這條通道為什麼會有黑衣?你想想不通 對嗎?為什麼會有黑衣? 這條是拿破崙才會走的密度之下 有黑衣? 黑衣是怎麼進來? 他比拿破崙更厲害 你最好找一個掩護 什麼事? 尋找掩護 他要打人 爆炸 假裝有型 白癡 一頭灰 低能 你沒事吧?掌官 沒事 下次你射得有夠準 一夜差點光爆炸 順其操練是軍隊成功的不義法門 我們走吧 我們在這裡分別 拿破崙很帥 那老爺呢? 給我幾天吧 我看看他住在哪裡 或者安排一次見面 保重 很帥 拿破崙的衣服 給大家看 帥到抽筋 拿破崙 超帥 和幅畫很好 做得很像 和幅畫 拿破崙的幅畫 就是 封官 做皇帝的幅畫 現在幾點? 時間都差不多 咳咳咳 現在25分 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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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都應該玩不到 對吧? 現在有什麼 做? 在城裡 鬥 還是你想去咖啡廳 哈哈 又可以繼續付錢 繼續被人騙 今天本身可以玩一個 一個 一個 那些叫什麼? 那些 那些 那些人 主要就是被一個淚死 那個什麼東西 無緣無故 那個染體 不知道為什麼 奇奇怪怪 卡卡卡卡 原本可以玩五分鐘 被他淚死 咳咳咳 玩不到多人喝 多人喝 起碼 我是一個No.1刺客 雞咳咳也很厲害 都是一流的刺客 但是 都不可能 可以五分鐘內 KO這喝 因為他本身 有些場地 要看影片 等等 都搞不得 嘻嘻嘻 有人說 什麼?找巴黎大藥房 巴黎藥房嗎? 香港是有的 阿尼是沒有的 為何在巴黎這麼久還沒見過一間藥房 打斷腰 咳下去 殺死罪犯 原來可以快速旅行 誰知道 No.1刺客 我今天表現了很多刺客應有的技術 咳 咳 遲下巴黎有藥房 買什麼? 又一約賣奶粉 蛤? 好 是不是又被人騙錢 有沒有漂亮? 這裡已經給了幾十皮了 蛤? 好 好 這是給你一些任務 你想 你想 多賺最後粉色 最後裝飾 這個樓上 好 準備 咳 試 好 看看開哪一扇門 好 看著看著看著 好期待 太好了 開一個 收拾一個書櫃 起一間爛東西 五千元 有新房間可使用 好好好 謝謝你 最後 看最後裝飾也不好 還要脾氣 又開一間 這樣的垃圾 你看 你看它有一個織 你看看 C4 就是代表 我幫你開一間房 這些就是 真的 垃圾 看 完全沒有用 目目目目目 對 當我水魚 對 咳 你用這個石龜 是很白癡 C4 我也想炸 那間房 對 說得很好的 應該是用C4 炸死那些建築師 或者這樣的事情 哈 哈 你有沒有虧 有人像我我 那樣被他們 把錢全部困 哈 Baton 謝謝,先生 炸個房間出來 又說跟花塊一樣 本來就是水魚 這些老司沒有負資產 到那邊的潮民差不多結束了 現在市場是不預計的 咖啡室地段很差 周圍在窮鄉庇洋賣在中環 旁邊都是爛樓 周圍的車子亂放 今天有一篇歷不道不為人寫的潮民 男士和女士的走路方式 我已經留意不同的人走路方式很久 以下就是小弟簡單歸納 先說男士 年輕的七八十口 其實沒什麼特別的走路方式 兩隻手隨意擺動 或者會一邊單手玩一下手機 如果在90後 或是mk仔 通常會兩隻手插著褲袋 頭呢 就低下 然後按下按下這樣走 覺得這樣才有型 與眾不同 如果年紀大小小的阿叔 通常會兩隻手攤開 但自形地擺 然後呢 就用條腰拼著腳出去 最重要是挺起胸膛 這樣走才夠霸氣 好像告訴人 小弟我吃鹽多你吃米 好 現在說一下女士 先說那些小女士 她們多數會一邊走一邊玩手機 用WhatsApp Line等等 跟人吹水 兩隻手一邊打字 一邊笑笑口 玩得好像很開心 如果呢 看到前面有男士 就會提高戒備 撥一下頭髮 以最佳方式的時間 如果是七八十後的OL 很多時候兩隻手 在胸口 躲低頭 慢慢走 又或者拿著Cappuccino 才高貴有氣質 至於Chi 即是現在說的大媽 兩隻手一定會不斷拼 一隻手又拿東西就拼 另一隻手沒有東西拿 就拼了兩隻手 不斷拼 不斷拼 最重要的是她們高度 通常都是矮過大部分男士 她們向後拼上去那一刻 有很大機會 拼到各位兄弟的小兄弟 我每次看到這些拼手的 拼手的師奶 都會退避三社 因為很多次都在危險邊緣之間 擦身而過 不過幸好最後都力保不失 大家要小心一點 她說這件事就是這樣 之後她說不知為何 是那些大媽才會這麼顧忌 這麼沒有顧忌在拼手 以我而言 各位兄弟都知道 這樣會拼到人 特別是拼到女生的話 就麻煩了 一定會被人當是適郎 因為這樣的原因 而上警署實在太不 被人拍賣片 就一定永不招生 所以都會走得很小心 但那些主婦就不同了 如果拼到你的小兄弟 就可以帶一條道理 這樣說 什麼啊 行路是這樣的 你自己撞上來 然後周圍的人都會幫女士出頭 而不是幫各位兄弟 還會說你適郎 所以很多兄弟都不敢出聲 所以我奉勸各位兄弟出街的時候 要小心保護自己的小兄弟 那著想說 如果這些押緝 通常卡通片 或者是肥肥編劇 的生肌 有些男人在胖 突然有個女人 逐致入來 有一個押緝 之後 通常都會說 我怎麼都看過 這樣大了 但是男人有個押緝 雖和女士 就通常會這樣 的確有雙重標準的情況 那差不多了,我們明天再看看刺客是怎樣 No.1,好嗎? 明天見,就這樣 完 明天見,就這樣 明天見,就這樣 明天見